好 馬上抓到一個沒有讓的 WTF 警車欸 我們在警察局門口 然後警車都不讓我們過 太屌了 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企鵝交通手札 跟通勤者之歌的聯合節目 好啦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邊 如果你是住在台北的朋友應該很熟悉 這邊是台北醫學大學前面 上個星期我們通勤者之歌 跟中山信義區的候選人林柏勳 拍了一支影片 就是舉手過馬路 然後就發現駕駛都不讓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更凸顯 這個荒謬制度的一個現象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台北醫學大學的前面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畫面的後方呢 這個就是什麼 派出所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試 我們在派出所前面的路口 按照法規過馬路 以及按照交通部長的所講的宣導 舉手過馬路 對 我們來試試看呢 到底會不會有車輛不讓 那以及呢 這些車輛如果真的不讓的時候 警察到底會不會出來執法 我覺得啦 看到這邊可能那個信義分局的高官呢 可能會覺得我們在鬧事 可是其實我們找過了台北市跟新北市 所有派出所周邊 真的找不到五號之路口啦 以前呢 每次經過這個路口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幾乎都只有我在讓而已 我都不知道其他車 他們到底是駕照沒考好呢 還是眼睛瞎掉沒有看到行人呢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他們都不讓 甚至還會發生說 我讓了之後呢 然後旁邊的車要繼續刷卡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測試裡面 還會加入這個環節 就是我們會實際下去騎 那我們就 人就真的停下來喔 看到行人我們就停 看旁邊的車子會不會繼續刷下去 以及搞不好啦 我猜可能會有汽車不爽 然後就在後面按喇叭 我們就來試試看 會不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除了這點之外呢 我們今天還準備這個 看到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切一下模式 有了 爆閃燈 這個叫爆閃燈 我們的警察呢 非常鼓勵大家 裝爆閃燈 說要讓大家呢 多注意路邊的狀況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會有一個測試的環節 就是我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要加這個爆閃燈 看駕駛 是不是真的有看到爆閃燈 以及注意到旁邊有行人 所以讓我們過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代表這個爆閃燈呢 只是一個妨礙視線 然後又沒有消用的東西 可能吧 如果啦 我們等一下在過馬路的過程中呢 被撞的話 記得我們旁邊就是醫院 地址送 對 旁邊還有急診室 欸 你跟我看 急診室正對的路口耶 哈哈哈哈 好了 至少今天被撞 我們是可以 不用擔心醫療的問題 好馬上抓到一個沒有讓的 好馬上抓到一個沒有讓的 我過馬路還是會開車喔 還是怕被撞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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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6 7 6 4台 5台 6台 7台 8台 9台 10台 5台 10台 10東 15 38 16 17 一口一口多 咕嚼いる大人 超屌的 直接刷過去欸 而且他連檢數都沒有檢數欸 我們在警察局門口 然後警車都不讓我們過 太屌了 我們以為他們就是無視這個情況是不是 已經很誇張了 超誇張 沒有就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試那麼久 然後呢沒有辦個警察處來關心一下 人行照上面翻馬線上面 到底有沒有發生車不讓人的狀況 就算了 喔啊警車呢 前面我們剛才在那邊 有三個人從事站在那個路口 警車也不讓 就直接刷過去 他連檢數都沒有 我看不出來 誇張了 我在猜啦一定會有人說什麼 警車在執行的時候有優先權 但是他沒有鳴笛啊 鳴笛啊對啊 就亮紅藍燈 亮紅藍燈是什麼狀況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麼狀況 因為你要亮紅藍燈加鳴笛 才會有優先權吧 絕對優先嘛 好啦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入到 我們今天測試的第三個階段 我發現前面兩個啊就是 沒有舉手跟有舉手 在這個路口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縱使說這個路口的後方 就是警察局 派出所 跟上次測試結果一樣 對一模一樣 而且警車還會直接在你面前刷卡 這比較誇張 上次沒有 我真的覺得在警察局前面 就是可以測到這個狀況啊 好我們下一個階段呢 我們要來試這個 紅藍燈 這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在警察局門口 應該就蠻有用的 不過至於它是不是真的會有用 我們等一下試了才會知道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完全不理會耶 完全不理會耶 What the fuck 哇哇哇 A1Z7121 我覺得爆閃燈好像效果有限啊 這完全沒有啊 剛剛 來修理的時候就一直看我那個燈啊 但我沒有走它也是不會 它也是不會停的 而且還有一台 欸不只一台喔 還有兩三台 就直接在你眼前刷卡刷過去耶 不是 挑戰燈嗎 不是 看到這個燈不是一般來講 會以為它是什麼 警察嗎 對啊 我們在路就是用那個 因為台北市警局一直在宣導說 那個警察要 然後要有這個爆閃的 測量才看得到你 所以我們測試拿著燈做馬路 所以會不會停下來讓你 有看到啊 大家都不會停 直接刷卡就行了 我覺得剛才呢 就算是開爆閃燈 而且呢 還有兩次是警察 真的在外面 就是它應該會看到這邊有人在亮爆閃燈 然後就會看到旁邊可能有車子不讓 不然就是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爆閃燈真的太亮了 亮到駕駛還有警察 根本就看不到爆閃在後面有人 那我覺得這也有可能啦 這不是不可能 反正結論就是呢 爆閃燈一點屁用都沒有 那我們準備要進到下一個階段的測試 就是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的通勤者之歌的大大會下去實際騎車 那我呢就會當行人 對然後過馬路 然後呢他看到我要過馬路的時候 他車會停下來 那在他車停下來的時候 因為是騎機車嘛 所以可能就會有其他的機車 從旁邊想要就是鑽過去 或者是呢 也有可能汽車駕駛在後面看著覺得不爽 就想說你在停殺小 然後就按喇叭 但我覺得這狀況可能比較少 因為我發現 剛才在這個路口啊 其實會讓的比較多是汽車啦 要用iPad放這牌子超齒的啊 派出所就在前面 然後結果行人要過馬路 還需要這個牌子 好吧還是不會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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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們剛才已經試過好幾種不同的過馬路方式 我覺得我們有沒有舉手機在這個路口完全沒有差 對 縱使他就在派出所的正前方 然後呢 而且還有幾次是警察就明明就看到我們要過馬路 警察也不一定會讓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呢 是警察呢 如果他在旁邊喔 他可能在準備牽車啊 然後準備怎麼樣的狀態下 然後呢他看到 翻馬線上面有情人要過馬路 車輛沒有讓 警察也不會主動向前 其實我覺得也不要說什麼他一定要開單或什麼的 但是你至少要勸導或什麼之類的嘛 那如果連勸導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就是代表完全不重視啦 就是完全沒看到 對 跟空氣一樣 對我覺得這個就是比違規停車還要慘 因為違規停車好歹會勸導 但是呢你行人過馬路 沒有車輛你的時候完全不會勸導 對 我覺得蠻慘的 剛才還有試過爆閃燈 欸爆閃燈完全沒有用 對 有一些警察他們不是說什麼 啊爆閃燈可以有效提升什麼駕駛人的注意力啊 然後什麼提升駕駛人在夜間的一些什麼視覺啊 無話不話的 我剛剛騎過來 我剛剛騎過來爆閃燈很清楚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行人手上拿著提示燈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駕駛看到他也不會停下 他一定有看到啦 但就是不會停 所以說呢 要怎麼樣去改善說 行人要過馬路的時候駕駛看不到 或是駕駛不停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狀況是駕駛人他可能 不一定知道行人到底要不要過馬路 比方說像這個路口來講好了 那以這個路口來講 行人要過馬路的話 如果要明確的 要讓駕駛知道說行人要過馬路 可能行人必須要先往外走 駕駛才會完全知道說 欸這個行人就是要過馬路 所以說在這個狀態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來去做改善呢 那其實在國外啦 他們有做一個東西叫做 然後這個 對 轉角的外推 那行人如果站得更出去的話 駕駛只要看到這個 站得更出去的行人 那他就可以很容易了解 就是說行人要過馬路 就有點像說 我們剛才要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會故意先往外站 一、兩、兩、兩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 整個斑馬線距離會被鎖短 那距離鎖短的時候 對於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他在馬路上面 鋪路的時間就不會那麼長 而且他有道路縮減的作用 那駕駛其實看到會自然減速 不會說我要硬要過去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可以做的 比方說像這種是兩個方向的車道嘛 以我自己有時候開車騎車來講 我看到五號制的路口 有行人要通過的時候 其實我也要去猜說 如果我停下來的時候 第一個我要猜 後面的車有沒有要過 再來我要猜說 對向的車有沒有要停 第三個我要猜說 行人到底會不會過 所以說這個東西呢 在國外有一個做法 是他們會在 這種五號制的路口 他中間會加一個屁戶 加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讓行人 先過完一個方向的馬路之後 然後再去過另外一個方向 那駕駛也可以走 這個方向先停完 停完之後 那對象也不用在那邊猜說 這個方向到底有沒有要停他 有沒有要讓他 或什麼之類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轉角外推的好處呢 這個位置呢 就不會有微停的車輛在上面 因為像我剛才 其實我有看到 有Seven的貨車 他就直接停在這個位置 那我覺得 其實以台灣的狀態來講 其實你很難要求說 這些貨車 他真的完全不微停 路邊零零需求如果在的話 那要怎麼樣去跟我們街道去做整合 那就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 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這種路口地方 基本上是 不要有微停的車輛在上面 那不要微停的車輛 就是把轉角外推 今天我們真的觀察到 確實停下來 車子沒有在動的情況下 就是四五台駕駛真的這樣做而已 那其實比松山路那一次還要少 那我覺得也是 跟整體的道路設計有關係 如果你在台灣騎車開車 會讓你覺得很煩躁 那你過這種 五號之路口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停下來 你覺得說我停下來 等一下要多等一個紅燈 我等一下停下來 然後可能又晚回家 所以整個整體的道路設計不好 真的是對駕駛 對一般的行人 都是路向傷害 對 所以說呢 道路設計做好 然後教育方面也要做好 三格整幕文就可以不讓這種行為 再次跟大家講 法規上面要寫這一條 那為什麼會有三格整幕文呢 這個是來自於警政署自己 內部公文的函式 他只是 他連行政命令都不是 所以他完全不是任何法律 所以說呢 工程教育 那最後執法呢 當然就是要求賴我們後面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派出所前面做這個實驗 還滿負教育意義的 還有娛樂意義 因為警察自己還會刷卡 對 我們就是看到警察自己對待行人的樣子 不知道這個國家對於行人的態度 那如果呢 如果你哪一天 無信的在無信街派出所前面過馬路 不小心被撞的話呢 很歡迎 對 我們旁邊有這個 產地直送急診室 噹噹 噢 機診室這樣應該看的到了 舉高一點 喔有夠好笑的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裡是通信者之歌 以及企鵝交流手札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